台北股市今天有跌破上礼拜低点 最低来到10645 那还是那句话跟各位讲 这个行情它就是一个区间整理 我已经讲了很久了 你要大涨上去 你要成交量上去 不然上去还是拉回 那可是你涨不动 你也不能说它是空头 所以这个行情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做得好 其实根本不用管这个指数 到底现在有没有过10858 大牌是拿来参考的 我常常跟各位去分享 上柜 700加 差不多800加左右 上市大概也差不多是800多加 两市加起来1600多档股票 一个加权股价指数光台积电 鸿海 再加上 国赛金 富邦金 这四档股票 对于指数的影响力就很大了 所以不要再讲说 这个大盘 持续的 这个 怎么讲 你看了大盘到10858 我讲很多投资票 都没有赚到钱 你说没有行情吗 难道是没有行情吗 是行情不好 有人讲是运气不好 我觉得是选股不好 所以台北股市 我想 这个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我觉得 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谈这个东西了 当然老生常谈的 不免跟各位讲 台北股市现在投资人 已经非常清楚 我所讲的问题 不是在多跟空 所以你每天看太多节目 你从早上 8点 可能有人6点开始 就打开新闻台 去看股市的新闻 6点 7点 8点 从9点开盘 开始一路看 一路看 你看这么多 分析的节目 9点还在看四个半小时 看了一点半 一点半 收完盘之后 还要再去看投资分析节目 看了不够 还要在自己的网络找资料 晚上做功课 白天看报纸 盘中看新闻 结果 有潜力 会涨的股票 你想太多 不敢买 买太少 做什么股票 比怎么做股票 这个重要性 差太多 其实我跟各位讲 康控KY 各位自己想一想 在这里盘整的时候 你觉得电视节目会讲吗 早就不讲了 根本没涨 对不对 那我想它的基本面 大家都很清楚 防水 升学员件 好不好 借着美律 跟美律合作 还什么 力训 这是中资 这美律 康控 结合美律 结合中资 到今天再创新高 你说没有行情 好 10858好 我就算没有行情好 10858 建高 撒到10687 今天盘中最低撒到多少 10654 撒到多少 200点下 你可以说没有行情 没错 那如果你选对股票呢 如果你选对股票呢 我问各位 跟行情有任何关系吗 很多人都在讲 我有这个股票 那个股票套住 套了群创 套了友达 我讲 重点在于什么 会涨股票你不买 买的股票不会涨 你是运气不好 还是行情不好 还是操作不好 GIS先反弹 GIS 6456 今天反弹 这段下跌都有反弹 都有反弹 都有反弹 对不对 都有反弹 那你说多选空头 从这里到这里 你觉得做空赚钱容易 还是做多赚钱容易 难道没有行情吗 操作出了问题吧 这个融资 你真的做好一档就好了 真的问题在哪里 那像我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 他结盟力训 所以待会跟各位再介绍 那你看这四星KY就好 你操作 是平运气吗 是平运气吗 131 跌到88块5 366 今天还在跌 今天最低跌到多少 88 一个波段跌了多少 跌了47块钱 这多还是空 很多人愿意抢反弹 我没有意见 好 他从多少涨上来 28涨到131 很多人买在这里 都买在这里 套数 出量这里 这整理的时间根本不够 12中建高点 现在11月中 这将才一个月而已 从今年年初一路涨 涨到10月中 涨了10个半月 你现在拉回 你就想抢反弹 这边 时间够不够 这跟运气没有关系 这跟操作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 其实 事情该会很多人套住 你去抢反弹 OK 我没有意见 这个抢反弹 这个抢反弹 就跟抢银行一样 抢对 要走 抢错 更要走 我刚刚讲过 他的整理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美其马 我从今年8月开始跟你做 一路讲 讲到现在 讲到现在 我相信了 市场上 投顾老师 已经不太会有人 跟你讲美其马了 除了那些 要放空的人以外 我当时跟你讲 我从波段这个地方 开始跟你追踪 11月10号 上礼拜五 美其马回车 警线跟季线支撑 且季线上扬 市场买进 美其马没有大涨 149 4721 最高从154 这边149 整理 人家好歹也从9月份开始 整理10月11月 整理两个半月了 整理两个半月 季线扣理质扣在哪里 扣在这里 所以季线人来上扬的 月线扣这里 扣10月中 我放大一点 月线大概扣这地方 你让他过去这个季线之后 过去之后 这个月线 将有机会翻向上 我给你讲了 人家这个整理时间够长了 我逢低接回 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其实美其马这档股票 你要让他波段再大涨 能够再涨五成 再涨一倍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你要再涨一倍 今天收113 今天收113了 再涨一倍226了 可能性有 可是机会不大 所以我也不会跟各位讲说 我带你做美其马 我就要让你做波段 做得很大 不是 因为现在其实 大盘的轮动格局很快 很多人做股票 没赚到钱 久而久之 怀疑自己 是不是运气不好 是不是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说不是 是你操作不对 为什么操作不对 会影响 因为你做的股票也不顺 做的股票也不顺 久而久之 会影响你的判断 所以我说 美其马这档股票 我们逢低接回 有赚 我还是会走 拉出一个短波段 我还是一样 用获利出掉 目的在于什么 讲白的 让我的客户 开始 把那些负面的 那些感觉慢慢的排除掉 讲白的 让他们当开 不然其实现在投资了很多股票 你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你明天不见得会涨 3374精彩 昨天涨停板多强 直接跳空锁住 你有没有看见 你今天涨停下来 很多股票是这样子 同心店 昨天盘中 工涨停 今天压回 你看到没有 627同心店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同心店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就亲自带我的客户去买 一个蔡小姐 我跟各位讲 那昨天我也没有卖到最高 那我只是说 让我的客户 在这个滴水穿石 涓流 这个 沉海的情况之下 慢慢的 在这一段不好做的航行 却累积获利 却培养赢的感觉 那进而怎么样 让客户有那种 我转运的感觉 所以我从来不会 因为我会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那同心店昨天上去 轻轻松松 同心店拉的时候 我就请蔡小姐通通出调 轻轻松松就获利入带 那你如何离到今天呢 或者你昨天追涨停板的呢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 当大家在问的时候 重点在哪里 你自己想想看 我大宗 在最好时间点买 我常跟各位讲 你 手中股票套牢不要紧 就算你不相信我 也没有关系 我把我看到的告诉你 你可以自己来印证 自己来看 我买在这里 10月24号 第一个突破 就是这里 白子黑子告诉你 一档股票 怎么做最重要 涨上来大宗 大家都有 现在大宗 大家都没有了 都不讲了 你买一档 做好一档 200万 你可以买20张 还有找 你跟着我买 你当天赚12.6万 9点39分 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买 你做一档 你当天 当天 你就算当冲都可以 你找你买冲 你当天赚12.6万 但是不要急 还有 还有 你做好一档就好 你做好一档就好 该走的时候 我会全数 带你获利出清 那你说你之前 没有做到运气不好 那这档 是不是让你转运 这档是不是让你转运 来 位数 3508 好像没什么讲位数 因为昨天跌停板 昨天 他在分盘交易的最后一天 3508位数是开停 直接开低跌停板的 没有人讲 我们不要讲 我们不要讲那个 我说其实 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没有做到别的 我们从新的股票做起 10月12 位数 两根 你做好这一档 你不用买其他的 我昨天公开告诉你 12月13号公开告诉大家 你没买到 5483中美金的 你没有买到 4943康控的 你没有 那你就做 做什么 做位数 你做好一档 不用买其他的 三根 你只要一档就好 四根 结束了吗 一只就够 我这里白纸黑 一直跟各位讲 如果你觉得说 我说得很夸张 那我无话可说 我这个东西都白纸黑 一直跟你讲的 我能够在这里带你做 而且带你能够抱到现在 抱到这里 公第五支掌停板 已经被分盘交易了 那你昨天跌停板 昨天分盘交易 五分钟一盘 第一个 我要出 就算我要出 我也出不掉 第二个 股价离我的成本这么远 我说我随便卖都赚钱 可惜我昨天没有买股票 那你位数昨天跌停 又跌停 我又不是神 我怎么知道 昨天跌停板 然后卖在前一天 今天早盘 位数全数获利卖出 9点56分 准备换股 我没有换股 我还舍不得卖位数 我跟你讲 9点56分了 这里 转一下运气 转一下运气 好不好 转一下运气 其实不是运气的问题 其实不是运气的问题 是这个转的问题 不是运的问题 是要转的问题 我没有绕口令 我这跟各位讲 其实股票市场就这样子 你要转 我卖位数 为什么 我买宣德 有没有看见 来这里 有没有看见 市价买进宣德 位数全数获利卖出 168标 市价买进宣德 168标 要转 就这样子 结盟立讯 那康控KY 人家结盟立讯 那我宣德 我在这个地方 我看好第三季 季报不错 要不要买它 今天没有人跟你讲 宣德 我今天买 对不对 另外还可以当转运股 外资天天买超 我讲 不是天天都有 因为你相信我 这个谈报好做 我愿意跟你一起来分享 用白话讲 我跟你结善员 你打来就有 愿意的你就打来 我相信我能够帮助到你 赚多赚少 那是一回事 我愿意跟你来分享 这张转运股 没什么运气不好的 外资天天买超 我们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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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讲 其实股票市场里面 我们要赌的是什么 不是赌 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 是你的位阶 泰福KY这档股票 未上市之前 人家限制128块钱 挂牌之后 生计股 行情不好 不要想太多 大股东的成本最重要 在新贵344.9 来到81 挂牌之后 亲爱的观众朋友 原始股东被锁到2020年 我跟各位讲 我买了这个位阶点 我停损好色 我根本不用担心 大股东比我害怕 我请问各位 你现在砍 你要砍到哪里去 除非你公司出了问题 不然呢 上一次限制128块钱 而且原始股东 要求被锁码在2020年 股价在80几块钱 你不敢买 老师 升级股没有行情 每个人都在讲 升级股没有行情 因为升级股现在没有涨 升级股行情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终欲了 耗顶了 涨到300块钱 500块钱 700块钱的时候 大家都说 升级股行情 我现在跟各位讲 我就买就加码 我的风险有限 我直接告诉大家 我不敢讲 这个股票 他买了 马上就大涨了 但是我想 我跟各位谈的东西 各位你可以接受 那未来真的 如果升级股上来 你不用感谢我 重点是 你要告诉自己 股票怎么做 跟做什么股票 哪一个比较重要 你不是运气不好 你是找不到 这种转运股票 外资在买的 那你看 上来 用跳空的方式 上来外资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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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没有大涨 外资天天买超 而且越买越多 那这个股票你不敢买 我想请问各位 你一直抱着 不会动的股票 你一直去追涨天板的股票 你昨天追同心店 同心店今天有赚钱吗 你今天追同心店 牙都笑掉了 股票有这么好做吗 涨天板 然后隔天就去追 那如果这样能赚钱 行情会难做吗 所以我觉得 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少这种转运股票了 大宗全数获利出场 薄一个好彩头 对不对 位数也是一样的 3508今天位数 全部获利出场 薄一个好彩头 就去买宣德 但这个我公开跟你讲 没有问题 我位数卖掉买宣德 那重要的是 当你觉得你运气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不来试试看 一档转运股 其实讲了这么一长串 你只要记得一点 你现在相信我 未来你会感谢我 你说真的假的 你打来试试看就知道了 有损失吗 对你有损失吗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 为什么不来试试看 怎么样转运 从现在从这支开始 从现在开始来赚 打来就有 祝大家穿好顺利 明年见